张三喜欢麻强角 微信世间还点赞 聊得小娜心痒痒 是 悄悄不杀 甚好伤 借口爸妈 爸亲乡 小娜还是逼不爽 伤心伤到便病骄 女友何知 张三骚 亲过他嘴 给我操 逼味儿怒厚 四库香 张三人设要帮他 未见女友他爸妈 EX联盟要追杀 一辈子光棍是齐把 爷爷国家某某局 乖孙儿研究军政局 斯文外表全靠庄 内心黑暗 Bullshit 销售套路骗感情 谎话连篇 编编编编 好像张三连连看 随时消失总不见 和平谈判也没有 让山记录又快见 笑纳耐心 勇气限 你要给我好交代 这是缺姐的网友给缺姐发的 她自己亲手写的这个让 缺姐就跟她说 我说其实不在乎你的伤心 是吧 反而会很得意你这不在乎的 所以就你那个闺蜜 她就想明白了 男人不值得自己投入感情和期待 所以你就记得吧 这个男人呢 不值得你用感情和期待来交往 你只能跟男人用计策和策略 也就是说你得用理智来交往 那缺姐跟她说啊 其实哪怕是我老公啊 她也没有那么在乎我这个感情 我这心理怎么想 我的心理感受 我对她的这个心意啊 她没有那么在乎 而是等到我结婚以后啊 其实我就想明白了 你对男人就不能用感情啊 你得用心计 就男人的思维就是什么呢 你们女人的感情啊 什么那些狗屁的玩意儿 都他妈算个屁 都是耍逼贱人才玩的东西 就没有给我利益最大化 你们女人的什么感情 都是臭狗屎 这就是男人对感情的理解啊 不管什么男人 你们只要跟他们接触 你发现男人的思维逻辑都是这样的 哪怕他再会伪装 再会迎合女人对感情的需要 但是男人的底层逻辑仍然是这样的 他只是在骗你 是吧 这个你说你怎么能跟他 拿着感情去跟他谈 拿着感情去跟他交往呢 不可能的 那曲姐这个忠告这个女网友啊 我说你多失恋几次啊 你就会明白啊 我总结出来的这个男人思维模式 连我老公这种啊 就不算是品性差的啊 是品性非常善良的啊 品性非常温厚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老实人吧 他也是这样的思维 只是呢 他表现的不是那么恶劣而已 那这个网友说 是啊 这个我那个闺蜜 他就是想开了啊 这个我只是比较伤心啊 就是男人为什么可以无缝对接呢 是吧 无缝连接啊 他跟这个啊 就告别了 他马上 他甚至可能就没有告别这个 他才已经找了下一家了 我缺姐跟他说 我说无缝对接呢 对你是心灵伤害 灵魂暴击 那对他来说 那就是牛逼能力的体现 哎呦 你看我把妹 老子把妹就是牛逼是吧 无缝衔接 我说所以呢 你觉得这种狗男人 值得你用感情对待吗 啊 他说那真的是固执的 我说你呢 所有的才华都用在 钻研男权文化所营造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欢迎啊 谎言 就是什么呢 就是恋爱啊 爱情啊 你都钻研恋爱事业上了 我说你所有的才华天赋都用到这上了 是吧 你真的呢 像你用到的地方 你是一点都不用 我呢 对你要是观察和分析了很久 我就一直在观察你 我在分析你 我在揣摩你 我发现你原本的天赋和资质根本就不差 就是你甚至啊 比缺血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女网友 她的资质和天赋感知能力都强大很多 就那个女网友 澳大利亚的那个女网友啊 缺血发现她是真的很能感知到别人和外界 那些信息传递给她的信息 她完全感觉不到 她接触不到 她接受不到 她没有那个接受的那个 那个接受缘 她完全不打开她的那个接受的那个气 接受气 她就活在她自己 用到那个信息检房里 我缺点就跟她说啊 我说你只是需要把你经营恋爱事业的这个专注力啊 转移到对你真正有好处的 有用的 有回报的这个事情上 你说你经营男人 男人对你没有好处 没有任何回报 因为什么呢 有资源的女人呢 经营恋爱 那叫锦上添花 那叫调剂生活 你没资源的女人经营恋爱啊 那叫什么呢 以身私活 鸡飞蛋挡 所以呢 确定就劝这个网友 我说你这么年轻 你还是搞你这个职业生涯 把你什么搞这个恋爱事业 你不如搞你的职业 是吧 把你的职业培训搞好了 我说你呢 长得像个小女生啊 说话就像个大姐 然后那个澳大利亚女网友 那是长得像个大妈 说话像个小女孩 但是人家的优点是什么呢 人家是愿意在对他真正有用的事情上下功夫 那缺姐建议他 我就一直让他就 就劝他去读书啊 我说你不要跟这个什么 这些工地里啊 什么幼儿园里啊 什么这些瞎机会 什么 没一辈子没前途的 他这幼儿园婚了三年 他终于明白了 那缺姐说的没错 你就不应该啊 就一直跟这些低端的产业打交道 你就应该走入更高端的产业 那他真的 他居然学了IT 真的学了IT来说 那缺姐也是震惊了 因为他是学这个外貌 是不是 跟IT离得非常之远啊 这缺姐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啊 那这个缺姐 今天的这个网友跟缺姐说 哎呦他是不是以前还在那个工地搬砖来着 我说是啊 我说人家最开始到达利亚的时候 人家还拆了十年 在工地上做各种杂活 就做这种体力活啊 能又脏又累啊 而且还有这个病呢 这个危害 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十年是非常有毒的 我说他们就是一个国内的大砖啊 这个网友都觉得都很佩服他 真是牛逼的吃孔精神啊 真的啊 我说那他就一个国内学这个外贸的 那个大专专业 那学的都是皮毛是吧 我说跟IT专业啊 这个专业背景知识离得特别远 而且呢 但是他就敢选啊 他也敢下功夫 他专业这个 所以呢 我就帮你选了呢 离你本身啊 基础不太远的这么一个职业培训 我说你真的不用像他压力那么大 我说 然后他说 那我最大的问题就英语不好啊 英语官过不了啊 我说啊 这个网友 就澳大利亚的这个女网友 我说他的英语根本就不好 他出国前也得偷偷啊 这个报考了这个雅思 没过 我说呢 这个英文写作 他就说 那我英语写作不行 我说那英语写作的词汇就有靠背呗 是吧 书面也就是靠背 那些词汇就是背 是吧 我说 但是人家啊 就是愿意 真的下功夫 真的愿意付出 我说这一点难得不牛逼吗 我说人家也很专注 是吧 他说 那我 我现在就两条路 我是不是要回国 还是就在这个 这个海外啊 外国发展 我说啊 你赶紧的早点拿主意 到底是回不回国 嗯 这个缺姐给他建议什么呢 我说这个包子呀 大概率的连任 只要他连任就会把这个中国引向第二次文革 这是把他订定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不文革的话 继续改开 那中共肯定就会被推翻的 因为什么呢 中共的利益啊 跟这个美国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利益也好 还有利益导向也好 如果按照美国的路线 那中国肯定会被推翻的 那中共就就就就就就得是被 作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挂在历史的场合上 就不能再作为一个 现在一直绵缘不绝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呢 中共要是不想被推翻 就只能搞文革 走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才可以 那怎么办 那就只能搞文革 搞文革就肯定是要搞垮这个国内的经济的 我说经济如果被高垮了 我说你们当地的啊 很多外地来的外地人呢 那他就要失业返乡 我说你们本地人的这些房子就会断租 我说你们本地人也就会没钱用 说没有外地人提供服务了 然后呢 本地人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本地外地人都没有就业机会 是吧 人家比你更牛逼更吃苦 你本地人还就靠收租子 是吧 我说这些可能会有的风险啊 你都要提前考虑一下 而且呢 确实一直跟他说 我说你现在所混的这个圈子啊 圈子里什么人比较多呢 是农村人比较多 就是国内这些农村来的 我说农村人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啊 是非常稳固的 他们跟直根于农耕文化 中国的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那这种农耕文化比你这种啊 小市民阶层的 这种 这种一个后天啊 就是没有几代人的 这种小市民的 这种文化 非常之浅薄 我说你的小市民文化的这种价值观 是非常之浅 非常浅的 非常根基不牢靠的 哪怕你把中国的小市民阶层的这个文化逻辑啊 你捋一遍 你发现他们仍然是农耕文化 不用超过三代啊 就就就就就就就缺解这一代人 很多人就把骨子里把他的脑子一扒开 全是农农文化 全是农兵 但是呢 更呢 就是你本人就出生于农村 在农村长大的这种人呢 地地当的农村人呢 还是两个世界 很多人对这个观念是合不上的 他说那现在啊 是不是这个跨语阶层特别难呢 哎呦 我们普通人没办法跨几阶层啊 那缺解做的频道 一直是说给这个普通人听的 缺解从来不让你们追求 说哎呦豪文 什么富二代动不动这种豪文呢 哎呦真的可笑 什么豪文呢 不就是国内那点什么贪官污吏啊 把自己的跟搜刮来的各种巧类名目啊 各种这个腾摸跳跃搜刮来的那点钱 挡腾出来 他妈他就他就敢称自己叫富二代 那叫什么富二代啊 笑死了 那缺解跟他说啊 我说啊这个时代的变革或者叫革命才能改变阶层 才能让一国人的跨越了阶层又让另一国人的阶层下滑 那比如说吧 缺解的亲妈啊 这个缺解的妈呢 如果不是土共 那就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而是土共改变了这个缺解妈妈的阶层啊 这个如果缺解的死爹呢 如果不是共产党帮助这个贫下中奴 分身啊求学啊 他就是一个农民是吧 那时候这个缺解的大伯呢 如果不是共产党 动员他是地下党 动员他参加巴鲁军啊 他就是农村鞋铺里啊 做鞋卖鞋的小手艺人 这种小工匠 小鞋匠是吧 我说都是时代的洪流啊 改变了他们的阶层 如果我妈呢 如果他没有这个土共改变这个社会啊 改变这个进行政治的改造 那他原本就可以以这个千金地主家 千金小姐的身份加入豪门啊 当过扩大 因为他们家离着那个某个城市特别近 城市里面就有一些什么这个资本家啊 这种什么跟这个农村啊 这个土豪猎身啊 这个相结合的这种婚姻 那就是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是吧 我说他的继续可以玩他喜欢的这种手工啊 刺绣啊 制衣啊 之类啊 就是这种 扩人家的这种女人啊 消遣的业余爱好 他和我死爹啊 就完全是两个阶层的生活态度和审美 那缺姐能感觉到 缺姐看得到啊 地主家出身的人呢 他就是有自己的生活品位 他就有自己的生活趣味 他就有自己的生活能力 经营生活的能力 而农逼出身的那个确姐死爹呢 处处都透露着农逼的实用 粗鄙和简陋 他们的结合就完全是土共 因为土共拉低了我妈这个阶层 地主阶层 抬卡了我死爹 那个农逼阶层 所导致的这种错位的婚姻啊 所以他们的婚姻处处充满了不和谐 等等 这这这这这 你想快一些从旧的事 你得等时代 你得有这个运气 你得赶上这个时代 那缺姐死爹 给缺姐的一个定性的话啊 在缺姐高峰的时候 缺姐死爹就不断地说这句话 他说你要是我要是把你早出生20年呢 你不是带着这个什么红卫兵去抄家的 去批斗别人的造反派 你呢 就是被人批斗的 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批斗的反革命 这是缺姐死爹对缺姐的定性啊 真的缺姐也发现 缺姐内心有种强烈的这种要改别 改革要革命的这种意识 缺姐内心里就充满了这个叛逆 充满了逆法 叫不服 老娘不服 是吧 这阿大的四个字 叫老娘不服 看什么都不顺眼 这这真的是 我看什么都不顺眼 但是呢 我又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精神特别好 我不像我妈那种啊 就是说 她呢就是没有考虑到 你你的她不实用 你知道吧 那缺姐就结合了死爹的那个食用主业 食类主业 又结合了我妈的那个生活品位啊 所以说缺姐呢 还能把自己生活经营的不错 这个你不要这个听缺姐的广播就说 哎呦负能量啊 怎么怎么着 能说缺姐负能量的人 首先得低头看看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缺姐把自己的生活经营的这么啊 这么成功啊 你没有啊 那你有什么自个说缺姐负能量吗 啊 这还是把你自己的生活经营好了啊 你在跟缺姐说 哎呦你负能量啊 听起来是鸡汤大妈 好像会把自己生活经营的多好一样 还真没有 好 好